1994年的香港高速公路上 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导致了一对夫妻的死亡 一家人转眼 只剩年幼的女儿幸存于世 原来这场车祸并不是意外 就在刚刚 警员刘国中一队人正开着车 将这一家人送往法庭 他们将作为污点证人出庭 指证黑道大佬宝爷的罪行 好将他送进监狱 哪知一辆灰色轿车突然窜过来 狠狠地撞上了刘国中的车 而后一个杀手下车 跳上引擎盖 只见他白衣如雪 刀锋刺眼 一手拽住还没死透的证人 随手一划 就送证人领盒饭去了 这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 其实都是宝爷策划的 洪金宝所饰演的黑帮大佬王宝 代表着沙破狼三星中的贪狼星 他为人贪婪狡诈 控制着整个香港的黑道势力 俨人是香港地下王国的皇帝 这么厉害的人物 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坐牢 于是他派了手下的王牌杀手 去将证人灭口 结果显而易见 他成功了 因为证据不足 王宝当庭无罪释放 而证人夫妇全部毙命 仅存的女儿被刘国中 收尾了养女 证人的惨死是刘国中的人生 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看到宝爷依旧逍遥法外 刘国中愤恨不已 是要将他绳之以法 这一天 刘国中来医院复查 却被医生告知 得了脑癌 治愈的可能性不大 刘国中听闻十分淡定 当了这么多年警察 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而此时的黑帮大佬宝爷 也在同一家医院探望娇妻 他因再次滑胎 而住院调养 宝爷虽伤心 却还是柔声安慰老婆 画面一转 刘国中和王宝 在医院走廊相遇 刘国中放话 只要我还活着 就会钉死你 午餐时间 老友平静地听刘国中 讲述病情 似乎对此无动于衷 但他急速往嘴里 塞食物的动作 还是暴露了 他压抑的心情 等刘国中起身离开以后 老友终于抑制不住 悲痛的心情 将手中的杯子 狠狠地磕在了桌上 这一细节完美地刻画出 刘国中和老友之间 深厚而内敛的兄弟情谊 过了几天 刘国中打算在王宝身边 安插一名卧底 但是王宝生性残暴 卧底不太敢去接近他 刘国中紧励地说服他 并且他向卧底承诺 绝不会让他出事 转眼间到了三年后 此时刘国中即将退休 而他的继任者 这个号称警队里 最能打的马军 在两天后到来 刘国中的手下并不欢迎 这个初来乍到的外来户 刘国中知道自己 时日无多 于是更加积极地展开 针对宝爷的行动 通过内线的消息 他带队 顺利地将宝爷一个重要据点 给一锅端了 还在现场 搅互了一大批现金和赃物 但令刘国中没想到的是 他的手下居然背着他 私藏了一笔赃款 另一边得知据点被毁的消息以后 黑道大佬王宝 终于被激怒了 韩狼兴的准则 向来是牙子被爆 血债血偿 于是第二天 刘国中他们 就发现了卧底的尸体 尸体满身伤痕 被抛在郊外的一处荒地里 看着同事凄惨的模样 刘国中心中哀痛不已 之前对他许下的承诺 还历历在目 自己再次失言了 就如几年前 他没有做到 保护好证人一家的安全 这时 一位不起眼的摄影师的报案 把他们推向了极端 这个摄影师 居然无意间拍下了 卧底被杀的全过程 看过拍摄的视频后 他们发现 宝爷只把卧底打得半次 真正开枪杀他的是另一个人 但是刘国中觉得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只要删掉最后的枪杀片段 然后让摄影师封口 再除掉那个真正的杀人凶手 他们就可以 盯死王宝的罪证 扳倒他 让他永世无法翻身 虽然这样做既卑鄙又违法 但是这样既能除掉社会的毒瘤 又能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所以刘国中当机立断 抓住机会 准备干票大的 于是当晚他们就将王宝 带回了警局 王宝在警局一如既往的嚣张 与律师会见时 他堂而皇之地 要过律师的手机 给老婆打电话 一旁的年轻警察制止他 却被宝爷吓退 只能任他把手机藏在身边 这边刘国中接到消息 发现了作案的真凶 几人立马赶过去 围追堵截后 抓住真凶 将其暴打了一顿 随后便一脚将他踹下了高楼 此时马军狂奔而至 恰好看到了这一幕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刘国中几人 灰暗的灯影映照在他们脸上 透出一层深绿色的光芒 远远望去 几人犹如来自地狱的魔鬼 回过神来 马军冲过去 狠狠地教训几人一顿 刘国中告诉他这么做的原因 马军却说 我也想抓 但我一定不会像你们这样做 刘国中怒了 你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马军反驳道 你们一定是错 而刘国中 则对他发出了灵魂的口问 你把一个一犯打成白痴 那是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他害了很多人 他该死 刘国中的一番话 令马军陷入了沉默 他想起了自己的旧事 当年自己抓嫌疑犯时 出手太重 将那人打成了白痴 虽然一犯罪大恶极 如果走正常的法律程序 一犯很快会出来 继续危害社会 但自己这样做 属实是超出了法律的界限 当初自己的所作所为 和现在的刘国中 又有什么区别 刘国中几人回到警局以后 又去拘留室找王宝 一番冲突以后 王宝淡淡地对刘国中几人说 我会让你们这群混蛋 出不了警局 就此王宝的反扑开始了 他再次拍出了 手下的头号杀手 去截杀这几个警察 而他手下的蛊惑仔 也在行动 他们找到了那个 报案的摄影师 并在他家里找到了 那盘录影带的完整备份 于是刘国中的计划 打了水漂 王宝再次脱身 而刘国中则因为 伪造证据被上次通缉 这天是父亲节 本应该温暖开心的父亲节之夜 最后却成了刘国中 几个手下的离魂夜 最先出事的是阿勒 当他发现来者不善时 已经晚了 无精扮演的白衣杀手 非常的出彩 片中几乎是零台词 全靠动作招式 来演绎这个角色 他冷血迅捷 一把短刃被他玩得出神入化 他拳拳倒入刀刀剑血 阿勒那点武力值 根本挡不住他 而被故意引走的马军 终于赶回来 却被铁网阻拦住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阿勒 被一刀封喉 慢慢地没了声息 他满心悲愤 却又无能为力 接着刘国中的另外两个兄弟 也先后被杀手暗杀 马军赶到时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其中一个兄弟 挣扎着告诉马军 他们私藏了宝衣的钱 想为刘国中养女儿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兄弟 马军感到深深的武力 为什么正义总被辜负 邪恶却无法被制裁 这一刻 他的思想完全偏移到了 和刘国中相同的道路 他不再找什么迂回曲折 不再需要任何的人证物证 他要直接以硬碰硬 以暴制暴 当然 这条路无论成功与否 代价都很高昂 刘国中现在敢如此和宝爷死磕 只不过因为他时日无多了 他已经患脑流三年了 横数都是子 能拉王宝一起垫背 可是赚大了 天台上 马军和刘国中 坐在一起敞开了心扉 马军说 我爸爸很迷信 他说我是什么 破军做命 唯兵必劫 临死也不让我当警察 我不信命 我信有些事 一定要让我们警察来做 破军做命 唯兵必劫 这是马军的命格 他代表的是 杀破狼中的破军心 两人决定 把刘国中手下私藏的钱 拿去还给王宝 并且和他决一死战 宝爷在他的野总会里抽着烟 他知道该来的人一定会来 刘国中率先到来 他本想突然发难杀了王宝 但他不敌白衣杀手 很快被一刀刺破手掌 无法反抗了 刘国中痛苦地呻吟着 这时马军打来了电话 你要的东西我正拿上来 钟哥还在的话 放他一条生路 王宝并没有说话 只是将手机凑进刘国中 让他听到了刘国中的惨叫 随后王宝给了白衣杀手一个眼神 杀手立马会议出去等着马军 走进一条狭长的巷子里 马军看到一个白衣男 正在那里等着他 他边走边抽出了自己的兵器 战术伸缩紧棍 俗称甩棍 而片中的吴京也就是白衣杀手 可以说颠覆了他从前的所有形象 满头黄发梳到头顶 笑容 邪似狠利 手中短刃泛着寒光 好像能透过刀锋 看到无数死于旗下的亡魂 他代表着杀破狼中的七杀星 而接下来的这段巷战 被誉为香港动作电影中 永恒的经典 甚至后来被美国警校采用 作为警棍使用的范例教学 两人的对打看起来 没有什么招式可言 却将武术的精华都融合在其中 马军手握甩棍 主要以劈打为主 杀手反手握刀 其实是用拳法带刀 刚开始杀手以反手刃的划刺 占了上风 很快马军身上就挂了踩 接着马军采用 以长制短的方法轻松应对 所谓一寸长一寸强 他在化解了杀手一波灵力的攻势之后 甩棍后发先制 戳中了杀手腋下软肋 杀手中招之后受伤不轻 随即改为正手持刃 将其作为手臂的延伸 此时短刃的攻击范围扩大 而马军的应对则更加的谨慎 一番试探之后 马军贴身揉机 近距离与杀手拨杀 而杀手由于正手握刀 距离太近 使自己的武器无法发挥作用 只能用肉身格挡 马军雨顶般的连续击打 虽然看上去两人的胜负 只在一线之间 但实际上杀手已经落了下风 再加上马军最致命的当头一棒 其实胜负一分 而最后的杀招则回归了中国传统武术的套路 破军胜七杀死 杀手死在了自己的短刃之下 满身伤痕的马军来到了王宝面前 这是破军与贪狼之间的决战 53岁的红金宝和42岁的甄子丹 这是一场两代天王的较量 马军和王宝展开了决战 两人从咏春拳开始 其中又夹杂了柔道 拳击空手道等各种招式 虽然花样贫出 但完全是规规矩矩的一招一式 而两人的齐拿格斗 以及马军最后使出的错骨分筋 又重新回归到了中国功夫上来 就我个人而言 这段打戏最亮眼的地方 就是马军的椅子踢腿和连环腿 最终马军飞身一个过肩摔 将王宝肥壮的身子 重重地摔在了玻璃吧台之上 王某一时间失去了战斗力 寒战之后的马军打开一瓶酒 准备和刘国中庆祝 这时王宝突然抱起 将马军推到窗边 撞碎窗玻璃 就这样 马军连同碎玻璃一起从高处坠落 哼的一声 砸在了一辆车顶 死不瞑目 正应了之前的那句话 破军做命 为兵必劫 王宝探头向下看 这才发现 这辆车正是自己妻儿的车 而自己的老婆孩子 则被自己扔出去的马军 砸得粉身碎骨 终究是因果报应不爽 王宝亲手害死了自己心爱的妻儿 比起锒铛入狱 这种情况使他更加的痛苦 在影片的末尾 刘国中带着养女回到了海边 最后刘国中脑流并发倒地 而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片名《杀破狼》 是一部上映于2005年的犯罪动作电影 影片风格凶狠伶俐 充满了暴力美学 却又处处彰显出 人内心深处的情谊 片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 真实而饱满 像是红金宝 酒瓶敲篮杆 无精短刀出手 真子弹亮出甩棍 全都成为了经典的打斗场景 只可惜 为了得到两个版本 结尾处的节奏有些混乱 着实有些可惜